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學習筆記 今天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節目 今天我來訪問了一個不老的反賊 他是徐柏蒂徐理事長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打個招呼啊 大家好 上次我不是一個反賊 我應該是一個 就永遠堅持的一個 反對精神的一個老丈 就是這樣 那您是不是 我聽說您年輕的時候 就去北京那個抗議是不是 然後幾個人而已 然後你就感覺好像 側翼要被那個北京抓走 但是人家保你保了下來是不是 1996年的 那時候是因為北京 要在香港推動一個 所謂林氏立法會 香港原來這個經濟 就給擋住了 北京是希望能夠用這個所謂 推動這個林氏會 代替這個原來的立法會啊 等等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我們就來相信 要很多人反對 因為這個是對民主的這個進步 是一個很大的主態 對這個事情 我們要反對啦 反對我們要有簽名運動啦 我們要也將這個簽名運動還不夠 因為北京要開這個林立會的會議 所以我們要衝到北京 來抗議這個事情 那我想說 理事長您不顧北京訪對 然後要去衝撞這個體制啊 那你不怕被抓嗎 你是怎麼會有這個勇氣啊 長期都是這樣啊 我做事情 覺得對的 我就敢作敢為 我也不怕什麼後果 不顧後果的人啊 那您現在到台灣呢 那您還有成績這種精神嗎 老兵不行啊 因為我這個 我也算是老兵 我也不在乎這個名分 我去在乎 如果能夠這樣一些事情 有辦法去做 我就依不容辭去做這個事情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啊 對對 這個也是一個習慣啦 因為我自己想後果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啦 不顧後果的原因 不行我沒有想其他 只是因為覺得是 有一個承擔 有一個付出 有一個欺欣 才能夠完成一些更需要的行為 事情 那您到台灣了以後 有沒有做什麼實際的做法 然後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我在台灣啊 但是我們也很關注 比方香港人 來到台灣這個處境 我過去 對於香港人 我曉得 香港人一定有一個 很大的災難 以前就知道有這個災難喔 有啊 會算命嗎還怎樣 不是 因為對於 對於中國的了解 我是自己也是一個 非不利的抗爭者 很長期都是用這個態度來做事情的 但是我們也很和平 理性 非不利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心態裡頭 覺得我們也要推動一些 地生活這個機會 一些精神延續啊 這個精神就是 我們叫反抗運動啦 喔反抗運動 這樣反抗運動延續 我要成立一個叫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 那這主要是做什麼的啊 主要是但是 因為 香港人往後一個 現實上 我們已經三年了 很多 香港人就很多困境 來到台灣有很多困境 還要在急急的變化 讓台灣 對香港也有很多誤解 這裡頭就太多太多工作要做了 我們要發掘一些這個誤會 讓香港人能夠在這裡能夠立足 生存下來 讓香港人是 助受一個很大的圖欄 這個心態情懷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個例子 看是怎麼去協助這些香港人在地生活 有時候是有很多香港人 來到這裡 我覺得是這個 住的地方有問題 我就希望能夠 我就提供一些 免費的 住的地方給他們 但是這個 有時候是 我也希望能夠允許更多力量 創作一個生活的條件 這個也是 我要走的路 香港 香港人來到這裡 有很多這個情緒上的問題 有一些這個 心態上的問題 有生活上的問題 太多太多了 我們是希望能夠允許這個力量 來無上幫助 能夠解決問題 但是最重要是 也讓台灣朋友 去瞭解 香港人是一個 好人是一個經商的力量 所以我們就 也在這裡 有成立一個擺地館 擺地館就是有一個 好像用生活 帶動我們這個 這個合作 台港的互相交流就對了 成立一個館 然後來做長期的在地經營 我看您的背心啊 我也是 最近在參選立委啊 您可以說一下是怎麼回事啊 我參選立委 有兩句口號啦 這個口號包括 反勝敘果 傳政道 只圖 希望 在人間 但是 換起來就是 因為我參選是一個很 很 算是很 避障的一個行為 在台灣 這個選舉的文化裡頭 我們是做一個不可能的應付 但是我們相信 因為我們就 有一個 香港 雜誌 要保留下來 看到你一個經歷非常特別 就是你以前是 香港的區域員 那你覺得 哇那個區域員的經驗 對於台灣的這個 政策有沒有辦法 造成什麼樣的轉變 跟什麼樣的影響 區域員可能這個感覺 不太高 但是因為我參與了 但是有地區工作的事情 是 也有一個 競技的參與 我競技的參與 是比方是巨人會的一個長位 啊 我要在社會運動的幾十年啊 是 我相信這個 用我長期啊 在這個選舉 複選裡頭 對 我喜歡抬巧的人 嗯 我不喜歡做巧的人 我是 當勃勵力 幫助其他人上位啦 幫助別人上位 為他人做詐一賞 做假 我都自己是很不喜歡 要加上去的 加出去的 但是因為 沒有辦法 看出來了這個 沒有辦法 因為好像我這個條件 是 好像比較對於很多 很多這個選舉的方向 就了解 因此 我甚至沒有太多人 比我高 還有 我有很多朋友 比方你們都是我的朋友 真的真的 我有很多這個學姐 跟我做一個很好的朋友 結果在台灣裡頭 在香港那個 香港人應該不多啦 對 沒錯沒錯 李市長的這個人脈 可能很廣對不對 我看到您的政見 好像有說您希望把台灣 打造成亞太的金融 新的金融中心嘛 那您是怎麼去實踐這個 可不可以我們稍微講一下 其實一定條件很多啦 但是問題 我們就要台灣呢 就是還在這個經濟層面 是 比較不開放 台灣不太 不夠開放 不夠開放 這個就對愛知的嚴重 很困難 很困難 尤其是香港 已經做出一個很大的衝擊殺 現在地理破碎啦 很多都已經走到 很多全世界的地方啦 是 反正香港的資源是很多 要來台灣 可是好像沒有 適時的接收是不是 對對 因為很難做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說 你將台灣人的這個 激度打破 也不是這樣 只是開放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心態 如果能夠開放啦 這個事情就好辦啦 因為開放 你會這樣很多事情 官僚的這個 季度上這個 層層關卡 對 那簡單來說 李市長是希望 我們是先打開我們自己的思想 然後再做漸進式的改革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們先有一個 開闊的心胸 再做漸進式的改革 讓台灣一步一步打造成 新的亞洲金融中心 是這樣子嗎 對對 我們這個是全方位的開放嘛 當然關關 產業 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如果能夠在淡水 這麼好的地方 人文都很棒 對 這個也有歷史 有文化 有人文精神 這裡打造成一個 成為一個維多利亞港 要讓世界 要更有印象 這個是完全是合成的 沒錯沒錯 還有我們這個 北海岸線 都是很美的地方 但是哪些地方 也是要我們發展 如果這個生活的發展 還有這個 美的能夠讓大家陶醉的地方 我們就會 將這個連在一起 就配合淡水委中心 淡水這個發展 跟這個觀光旅遊產業 但是我們也希望大紀元 我們能夠將很多展覽中心 還有其他這個 遊樂趣事 大飯店 我們將很多很多不同的區塊放在裡頭 但是最重要 因為這些發展 是要基金 大家都想發展 但是怎麼適應基金 沒有錢 不是你想發展就發展 你說哪個地方不想發展 你告訴我 沒有 但是為什麼也沒有地方能夠發展 就是基金 所以這個我們要 你覺得有錢咧 有錢就壞進來 打造愛情摩天輪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重要是你有個開放 就等於是我們做一個出水池的效應 不停的分流分支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細瘦的這個周圍 將水圓在這裡 然後在這個出水池再分配整個發展 把這些大家願意走進來了 有個效應 在這裡一起來發展 這個叫遠先台北的這個基金融資 那其實您是有一個香港人的一個身份嘛 就是香港人也是台灣人 那您怎麼去看這個兩地的發展 我們怎麼樣更為緊密的互動 我請了白地館 在這裡很多這個企圖心啊 在這裡能夠不停的 吸收不同的人說多點方向的東西 但是我們也要引述一些 最重要的是香港人 如果喜歡這裡 香港人在這裡就有很好的感受 讓他們就能夠從這裡再出發 去產生一些更有效的這個生活這個層次 當然我們有句話就是 讓生活成為力量 讓力量改善世界 但是我們就這樣生活連在一起 我們都能夠創造不同的空間 創造很多商機 創造很多這個活絡的這個 生活城市的環境 那麼這個就是力量 這個力量但是不能夠只是有力量 我們這個力量要往一個 對世界有改善的一個地方走 但是這個我們都 每個地方都希望能夠自己體發揮 所以自己體發揮就是利用境外 利用條件 創造更好的空間 但是我們也希望 我們看到從前 新亞書院在香港 曾經產生一個很大的很大的作為 身無詐精神 其實在香港裡頭 就很多很多這個發展 很多文明 很多教學 很多這個細訓 都產生源在這個 新亞書院的這個 這個生無詐精神 所以這個 生無詐精神也是一個 求真為善的這個精神 這個求真為善的精神就是要增上 所以才有中華國外台港共同協會 這樣的一個理念出現 然後跟新亞書院其實是緊緊相連 對對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就是說 理事長您在台灣看到這個現況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台灣有哪些議題 是急需改善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政黨這個對立 不必要的 因為有些產生一些這個話題議題 可能是對大衆沒有好處的 所以就我們要衝突的事情不停要減少 是 所以這個減少就是要需要其他政黨 在做這個平衡 因為有很多台灣的民間發展是很好的 對 但是這個有時候是政黨的發展 有時候這個政黨就太多 這個衝突 將台灣的發展講換了 喔 老亂了 講換了 比方我們看到杜根的問題 是 台灣是很嚴重的 最嚴重的地方 比方是台北 是 如果台北有差大地震 對 根據一些專家講 可能有 18層的房子都全倒下來 對 18層都會倒下來 有一些這個 寄生的地震問題 但也有利用這個杜根來佔很多錢 是 這些很多不沙當的這個地方 影響這個杜根的震度 影響這個我們的安全 對 所以理事長如果當選的話 就想要來改善這個都根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 對 都根狀況是要 產生共同的 但是要理解 才能夠參與這個都根發展 是 但是我們要想辦法 要理解 我們的這個社區裡頭 不能夠只顧自己的 一樣這個都根 都圍在你的手上 那我們最後 理事長有沒有什麼想要 對觀眾講的話 我就想參選 我相信我們有很多理念 是 是 是適合台灣的 營造台灣一個 友善國家 對世界 有承擔的國家 這裡頭 我們就有很多很多空間 可以住 也讓這個空間 讓我們自己 向這個社會 向這個社會 往上提醒 我原來就有一個計畫 所以現在這個計畫 我們也希望能夠 一定要住的 就是由北到南 去車 但是我相信 我自己的體力 是不夠的 但是問題 為什麼 反勝出國 我就是不怕死 不怕死就是 要做一些不怕死的事情 不是你怎樣 來動人家的感情 都要準備救護車在旁邊 這個沒關係啦 人有一個命 但是問題就是 我當然是希望 我有很多事情 有一個責任 舒思未竭生先死 對對對 謝謝你 謝謝你 所以這個 我們還要 要抗嘛 所以就要抗嘛 不怕這個命 我這個命是 給人家的 是 所以就讓 能夠 將這個事情 弄好就是對了嘛 先表示我們的精神是這樣 就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就理解 簡單來說就是說 理事長 到現在為止 其實還是抱持著 從年輕的那股熱忱 然後你這次想要 騎車從北到南 然後來證明自己 還是有這個體力 也想要本身到骨全震到 然後希望在人間的這個精神 傳真下去嘛 對對對 希望是這樣 好 那這一集就感謝那個 這個理事長來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謝謝 希望大家能夠 互相打氣 讓生活成為力量 讓力量改善世界 就是我們一起來 弄好一個生活 讓這個生活對世界有改善 不是改變 改變可能不好 對對對 好 那大家就下次再見囉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